哈啰四年前的英雄 哈哈哈 oh my god 哈啰 大家好 这是我新买的眼镜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对我其实之前配的两个眼镜 度数都不是正确的 然后我觉得 我上一支买的那个眼镜 就是 它的那个框有点重 反正我戴久了之后我的耳朵会变得很痛 所以呢我就去买了一个新眼镜 然后我刚刚上了一部分的网课 之后我觉得 有点想休息一下 我突然间 因为我不是要毕业了吗 我想要来看我以前 第一支影片 我到底在干嘛 其实我第一支影片到现在为止 我从来没有看第二遍过 我剪完扔上去之后我就再也没看 就是 再也没有再看过了 我反正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黑历史 画面里面的自己有点不仁 直视 而且我第一支影片真的拍得太垃圾了 反正我就再也没看过了 今天呢 就趁我毕业之前呢 想要来回顾一下这支影片 好了 那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看吧 现在呢 按进我的频道 好 然后来找 我好紧张喔 哇 我以前好瘦喔 好 我第一支Vlog 其实是叫做一个叫做Vlog1 但是我好像把它删掉了 在YouTube上面好像没有删掉 但是我今天要看的是 我正式到大陆读书了 厦门大学这支影片 它是我流量最高的一支影片 对 好 拜拜 我以前做这个intro 我觉得自己超厉害的 然后到处炫耀 刚刚那个音质很烂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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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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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它旁边可以 哎呀 有梳子欸 青色的小女孩 好不感人的清洁喔 大家想要趕快闻喔 对 我们家其实是属于那种 我们家其实是属于那种 我们家其实是属于那种离别的时候 大家都 啊 你赶快滚啦 的那种家庭 对 所以我们不会有什么哭哭离别 但是我阿嬷倒是哭得很惨 我还记得这个BGM 叫 Sunset吧 还是什么的 反正我很喜欢这个BGM 然后我从台湾到学校都是 就是 就是走金门小三通 哦 然后我爸很爱吃 他去金门每一次都要去吃那种 面线 还有盒子煎 我这边长了一个豆好丑喔 哈哈 然后到了学校之后第一件事情 先去买银行卡 这也太烂了吧 再一次 自以为很很帅的 空镜 好好笑 音质爆裂 等一下有点大声 我画面真的超抖 抖到不行 今天干到夏门 然后 现在是 4点02分 要来大陆的朋友啊 想要上like或instagram youtube的话 一定要在台湾先载号BPM 我觉得我现在讲话的 口音跟速度跟以前差好多哦 哈啰四年前的英文 哈哈哈哈 我讲话真的好小声哦 对然后 嗯 拜拜 就先你好 这样咯 拜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h my god oh my god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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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 我们 因为才 不想一口鞋 所以 所以 我们就走到 然后 看电视频 和 呃 呃 台湾的 就是 厦门 特色啊 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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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是驰 啊 希望会很好吃 反正每次跟我爸出门 因为我爸是个大吃货 我爸就是各种带我们去吃的东西 真的 超爱吃 我们家都很爱吃 哇 哇 好像很好吃啊 哈哈 哈哈 吃的那个超级油 的沙茶 面啊 二十四天之地吧 七十一杯 好啦 我觉得真的没有这么严重 但我可能从小讲话浮夸惯了 再次 跟 所有被冒犯的人道歉 就我觉得沙茶面其实还挺好吃的 我今天去吃了一个乌龙沙茶面 就 看来那家真的不ok 他侮辱了真正沙茶面 好吃的味道 然后吃完我爸觉得还是肚子饿 然后就 就点了一个鸭 耳机 我今天不是穿黄色的衣服吗 我跟你说其实我是有心机的 就我自己以为 我会是 就是 夏大里面最亮的宅 反正就是想象跟自己不一样 对 我其实真的觉得 我们这一届还有我们这一届的下一届是 开学的时候还有那种热闹的 气氛的唯一最后两届 因为后面两三届就因为疫情 就整个报道流程变得非常的 怎么说冷清吗 学校实在是那一届 然后等该 等该长的 这一届 就在这一届 我那时候今天要吓到我整个金了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学校 超大 我今天在学校里面 就不够挖个美食都不行 然后 我今天找到了一个小病毒的地方 然后我上次洗衣中的酸带超好吃的 好歹 好歹 我这是优格狂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半 我刚回到酒店 因为今天整天实在太混乱了 所以我就没有用相机 好我要来演示一下我自己的口音 现在是十一点半 然后我刚回到酒店 因为刚刚实在是太混乱了 所以我就没有用相机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大家很想打我 sorry 但是 但我以前其实个性不是这样 我是对于镜头讲话有点困难 对不起 难怪 我自己都想两倍看我的影片 进宿舍啊 之类的 我爸那时候好瘦哦 而且我的宿舍没有楼 我爸跟他朋友就一路 帮我搬的超多东西 嗨 提个外话 我爸那时候走的时候 他就很帅的跟他朋友 就是帮我 帮我搬行李的他的朋友 然后就走了 男子汉 然后就滴一眼泪 其实我那时候没有发现 但我爸事后回 事后就跟我说 其实他走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是晚上 然后我还记得他从南普陀 那个校门走出去的时候 我看到他那个背影 然后这样我觉得 天啊我真的 在台湾长这么大 第一次真的离开家里 然后到 就是 一个新的地方去读书 我那时候 其实也不会觉得说想家什么 但是就是有种 又期待又害怕的感觉 现在是晚上十点 我们刚刚去考英语分级考试 就是 能力原本的意思 然后 现在快十点 昨天我 快十点多 我想加速一下 我脚步太慢了 然后应该有人想说 你真的没聘诶 现在晚上这么晚 都不会打到室友休息吗 但其实 我室友现在都还不在 他们 他们好像是学 他们是学姐 然后要等到开学之后才会回来 所以我目前为止 就是一个人 住 四个人的房间 椅子 然后 吃麦片 我记得我那几天每天都在吃麦片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我到了一个新地方 我就会疯狂吃我的 comfort food 然后 comfort food 就是麦片 所以我就是 也不会去食堂也不会干嘛 就是 狂吃麦片 对 然后一天中有 不同的事情要做啊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真的这一包 麦片 可是好贵喔 我带来两天吧 我已经 我已经吃了一半 脆脆的 嗯 因为我住六楼 实在是 上下实在太累了 然后我早餐 来得去食堂吃饭 我就 买这种 哦对 台湾没有这一种包装的 牛奶 真的我来这边也觉得超酷 超酷 他们还是种 种 超酷的 然后就配麦点 然后随便吃一吃就到午餐 超酷的 午餐肚子二也是一直狂吃麦片 一直到晚餐才去食堂吃 我带超级 多麦片 这个也很好吃 完 就 好啦 我要继续吃我的点心了 拜拜 好痛 好啦我看完我的 第一支影片 第一支影片了 说实话我觉得 现在大家的水准 绝对随便拍都超过我这个 拍的这是什么鬼的 对 我这四年来过的真的算还挺精彩了吧 就感觉体验到非常多不同的人生 然后认识多了非常多的朋友 而且我其实觉得我一开始进来学校的时候 我跟大四的学姐住 真的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耶 就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习惯说一个人 然后我跟室友也不会有太多的交集 包括说学姐的生活作品非常的好 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在大一就养成了早睡早起 然后中午要睡午觉 就非常非常规律的生活习惯 所以呢就shout out to my大四的学姐们 对 我也有看了第一支影片会哭到 我真的是很想嘲笑我自己 我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也多鼓励大家去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吧 我觉得每一次再回头看的时候 真的都会有一种找到初心的感觉 就来也不是为了说什么 而就是觉得想要到一个新的环境去看看 对其实我也要之后要去欧洲吧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欧洲 然后更没有去过河南 所以我觉得看了这支影片真的让我觉得说 嗯 我就是一个喜欢去新环境的人嘛 就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顺利的在那边生活下去 适应的很好 不过我觉得走一步是一步吧 我觉得当初的自己可以做到 那现在的自己为何不行呢 OK 这支影片就这样啦 拜拜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好 好 好